肠病毒疫情升温 像是在台北市近一星期 急诊就医就有1214人次 而肠病毒最容易感染的 就是五岁以下的孩童 也让不少儿科医师近期忙翻天 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颖然就说 目前医院儿科医师有值班的话 月薪大约20万 没有值班月薪大约10万到20万不等 至于诊所医师平均每天看 50名以上的病患 月薪才有机会超过20万 为了流入人才 卫福部推出了奖励计划 住院医师完成儿科专科训练之后 每完训一年就有12万元的留任奖励 所以基层儿科医师是可以变通的 他会转行 或者受雇于其他的科 但是医院的儿科医师 你只能当儿科医师 另外台湾基进台北党部主委 也是医师的吴辛黛 也PO出了一张薪资单 说是数年前在台大医院 当主治医师的学长传来的 薪水总额九万六千四百六十三元 十拿却只有八万一千七百一十七元 让不少人都说好血汗 越来越多医学生却步 台北荣总被此提高了住院医师的薪资 每个月加薪水六千元 先前上市新光医院也调升员工薪资 大约百分之四点六 加发三千元特别奖金 希望能够解决招募困境 让台湾医学人才能够留任 发挥所长 TVBS新闻李正文 黄凯静台北彩虹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